大家好,我是Dan 爆料一次是一级成员里亚校园X的同学Amo 被警方无嫌疑处分的消息曝光后 部分网友们就将里亚X当成了事实 信尔带风箱攻击整个一级团体的部分 韩国警方亲自开口了 6月15号,仁川警方对媒体表示 目前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可以证明Amo毁损了里亚的名誉 所以才决定了无嫌疑处分 本次调查只是关于名誉毁损部分 校园X并不是这次的调查对象 而这次的决定是警方的第一次调查结果而已 不是结案或者是确定了嫌疑 起诉人如果一一申请 再或者是警方在90日内要求再调查的话 随时都会进行再次调查的 警方最后再次表示 本事件的重点是Amo有没有名誉毁损 并不是调查了里亚是否XX 透过这次的调查并没有证明里亚是加害者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所以不是说了无嫌疑不等于确定X吗 还一直说我们是喜班 一般警察不会说这些 是有多杀眼的话会这么公开说呢 所以发生这种事情 只要悄悄的等待结果就好了 别为了刷存在感尔被提告 钻民们昨天为止 一直都在那里说是警方承认了 不相信警方那相信谁 现在警方都说不是了 又说不能相信警方 受害者好可怜 钻民们怎么总是反复一样的模式呢 但是也有网友们反应 JYP是以民运毁损提告了 所以警方只调查了那个而已 应该就是做贼心虚 所以没有以X调查不是吗 就是说没有调查X吧 所以LIA还是有可能是X不是吗 就好好道歉后解开误会吧 不要再欺负受害者了 公司三番四次的要告受害者 受害者也太可怜了 昨天JYP娜已经再次声明 会一一申请来解开真相 所以对于仁川警方的回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觉得粉丝很丢脸的男爱豆 这位男爱豆就是 Mustax Minions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那之前 先给大家上一堂航文课 韩国有一个炸鸡品牌的名字叫 Kuchu Pasasak Kuchu就是辣椒 Pasasak是相声词 表示很脆脆 或者是碎掉的那种声音 Pasak Pasas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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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Kuchu Pasasak就是 用脆又辣的炸鸡 但是Kuchu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小姐姐 在Mustax与粉丝们进行 看图猜明游戏的时候 出现了这张图 而答案本来是韩国的风俗游戏 Juburnori 但是萌伯伯们看了这张图后 却回答 Kuchu Pasasak 不是 为什么要把火花在那个地方呢 说话语气好好笑 我很喜欢 但是只有我们自己人的时候再说 吃吧 超好笑 这表情是真的觉得很丢脸 他们跟粉丝们的关系 看起来非常亲近 所以很有趣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Kuchu Pasasak蛮好吃的 有机会的话 希望大家能试试 Kuchu Pasasak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性格行动太相似 而让两家粉丝们惊讶的 Miyang & Sana Kuchu Pasasak 我走 我是贝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我是贝奇 扩护 com 便利 есь 量 搅 艺 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